今天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带您搭火车 因为我们要带您搭上这一列老火车 重温旧梦 这地点是在苗栗 有一位退休的铁道人 因为舍不得离开最爱的火车 所以砸下了大钱竞标台铁的老车厢 把它改造成了火车餐厅 还有火车民宿 而民宿呢 还用了客家花布装点 打造成为客家风情 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客家的热情 有海景有火车 怀旧的味道就好像老电影 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 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人捧场 因为它可是知名的火车餐厅 坐在火车里赏景 可以好好怀念旧时光 而打造这一切 令人掉入时光隧道的是它 落石连 小姐这是排骨 要复古的彻底绝对不能缺少这一味 老味道飘香 台铁铁合便当的滋味 火车族忘牛忘不了 很像真的在坐火车 然后吃火车便当的感觉 为什么把火车搬到自家庭院迎宾客 落石连说 从台铁局退休之后 放不下最爱的火车人生 所以砸下了老本 不断竞标台铁的旧车厢 大费周章的不只运来火车车厢 整个连区都是它一手打造 这是客家发布301 想要让大家感受客装热情 它还设计了客家车厢民宿 有四人房跟八人房 用客家大红牡丹妆点 整个车厢民宿更亮眼 就是我老婆 她是客家人 她比较喜欢 她阿嬷以前那种 棉被单的那个味道 以前他们老一辈都是 我们家的棉被都是用这种做被单 这些看得到的客家味 都是客家老婆自己DIY 这些那个竹子来穿那个洞 然后就做这个窗帘 是她自己做的 然后外面是莲花池 烟乳和车的窗户都没有改 只是把上面的装潢掉 1950年代的普快列车 早就走入历史了 不过洛石连结合了客装文化 打造与众不同的火车民宿 让游客可以完成夜宿火车的梦想 全部都喜欢 喜欢环境 喜欢环境 也喜欢火车 对啊 他们回来都不早 回来国际都要哭 对啊 不忍心让火车退役变废铁 洛石连让废弃的车厢有了新生命 可以继续服务旅客 还用心打造 也让游客重温 搭普通快车的黄金岁月 火车快飞 承载许多人的梦想 景细因我她的童年 如今一列列 落脚苗栗 铁道人 洛石连 用美味 可以进城客家位 用花布展演客家美 用心体费这一方年的感动时刻